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探寻传承 我是文家 那说起中国的功夫啊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也是传统文化的体现 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文化 很多外国人都以为 中国人各个是武林高手 那有些发源于中国的功夫流派和权种 流行于世界各国 成为外国人民强身健体的 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在国内却发展缓慢 日渐示威 这是中国南方一个普通的小村落 这里的村民过着宁静悠闲的田园生活 这天早上 小村落忽然沸腾起来 来自德国 法国 美国 等几十个国家的人们 齐聚这里 场面热闹非凡 小村落为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原来 人们是来这里 朝拜一代武学宗师 蔡里佛权的创始人 陈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香港功夫电影 风靡全世界 也使中国功夫走向世界 从铜壁铁骨的李小龙 到歸鞋风趣的成龙 三十多年来 中国功夫电影 始终没有沉寂 在电影中 中国功夫被塑造成 外有刚见雄伟的外形 内有典雅深邃的内涵 展现着中国功夫 刚柔并济 内外兼修的独特魅力 中国功夫也称为武术 源于原始社会人类 与野兽搏斗所积累的攻防经验 进一步成型于奴隶社会的战争 到商周时期 太极学说的产生奠定了中国功夫的体系 在封建社会 武术通过角力 基建和武局等方式 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宋元时期 以民间结社为组织形式的练武活动蓬勃兴起 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各种武术流派 今天 关于中华传统武术在国际上有 没有太极 难有蔡里佛的说法 与其他武术流派相比 蔡里佛拳在国际上的传播 既没有太极拳的官方推广 也没有太极拳或永春拳的影视宣传和名人效应 是完全通过民间传播不断发展壮大的 蔡里佛拳的影响区域 至今已遍及五大洲近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什么原因 使它在世界上传播百余年而不衰呢 这得从蔡里佛的历史说起 蔡里佛拳作为男拳拳种之一 由广东新会人陈祥所创 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历史 陈祥年少时唯一农家子弟 七岁随叔父陈远护练习佛家拳 十五岁向李友山学习李家拳 后又远道求学 拜罗福山僧人蔡福为师 经过十年勤学苦练 陈祥回乡开馆授徒 在授徒之余 陈祥潜心研习 融合三家拳法精华 最终形成一支新派 为纪念师父及所学支援取名为蔡里佛拳 蔡里佛拳 蔡里佛拳诞生于社会动荡的清末 因此十分注重实战 中英鸦片战争前 陈祥应林则徐邀请 前往广州协助训练清军 使源自乡间的蔡里佛拳 开始向中心城市传播 陈祥审识度势 派出一百多名弟子 分部两广开设了四十四间武馆 使蔡里佛迅速成为南方最大的全派 1845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各地的蔡里佛人 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举起义旗 成为起义军的主要力量 但农民运动的失败 迫使陈祥及部分蔡里佛人 逃亡到东南亚美洲等地 蔡里佛的传播在国内遇到低谷 却开始在国外蓬勃发展 据海外文献记载 陈祥在海外期间 得知南洋金山部的恶霸 姬势力势强勒索华侨 专门赶赴金山部痛击恶霸 击倒姬势力后 陈祥不计前嫌 反而将其扶起并为其治伤 此事传开 蔡里佛全尽可欲外辱的名声传扬开来 慕名向陈祥学习蔡里佛全的华人 越来越多 蔡里佛全也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的 武术流派 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 在全世界遍地开花 几百万不同肤色 不同地域的人 在学习蔡里佛全 蔡里佛全的百年发展史 就是一部除强扶弱保家卫国的历史 是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那么在国际上享有如此盛誉的蔡里佛全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权术体系呢 探寻传承之蔡里佛全 继续为您讲述 这里是蔡里佛十组全会 在汇城的一个训练部 在学校放学后 过节假日的时候 很多家长都会把小孩 送到这里练习蔡里佛全 学武的孩子 从五六岁的小学生 到十七八岁的高中生都有 蔡里佛全的各种练习方法 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陈一想攻一注 蔡里佛全练拳行攻密调 对练习方法如此论述 本门练习程序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分为 出击先导 二合刚柔 三动静虚实 第二阶段分为 一练内功 二气泻及串子 三沙包及各种春法 使学者循序渐进 于底而成 蔡里佛全最突出的特点是实战性强 挂 烧 等独门技法 连烧带打 环环相扣的攻守策略 招即是打 打即是招的对抗激励 都是蔡里佛全实战的技术精华 其步法稳健灵活 有定步如坐钟 活步似飘云之称 同时 腿法凌力快速 有腿法色流星之欲 手法全面 长中短桥并用 左右开弓 变幻莫测 并以发生吐气 以助发力 凸显其威猛之势 蔡里佛的五音 它以挖的一刻刻 五种声音来 一个是分别 是我们流派的特色的发音 一个容易可以是惊吓敌人 另外一个练功的时候 你以气吹力 达到整体的劲 能够合到一处 蔡里佛的器械训练 以棍数为主 如十八点棍 双甲单棍等 此外 其他的器械种类也很多 有鸳鸯双刀 关刀 九龙叉等 但最多的是具有 浓郁地方色彩的 生产及生活用具 像板凳 扁单 锄头等 这些用具跟着于社会底层民众 又历经冷兵器战场的实战检验 实用性非常强 在陵南地区 在陵南地区传播极广 就是功夫 其实就是所谓功夫 按照我们的权利来说 功夫就是 首先就是强身健体 和和联自己的意志 进而就是一种积极的方法 柔和的南派拳法 稳健刚强 和北派拳法 开合舒展的 蔡里佛拳 攻防兼备 气势磅礴 其实能达出这种效果 与练习者长期精神练功 是分不开的 蔡里佛弟子 刚开始学习功夫的时候 是很艰苦的 那时人的筋骨还没有舒展开 需要拔筋 踢腿 劈唱 冲拳 每听下来 浑身疼痛 接着是练习走生马 扯拳 打三星等基本功 几个月下来 才能慢慢习惯 赤里佛的基本功 其实就是两套 一套叫五轮马 一套叫五轮裙 所谓五轮 意思就是 人的胸肛属于一轮 四肢属于四个轮 这样变成五轮 练习的时候 要转动起来 所谓基本功的特色 就在那里 谭荣杰是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练习菜里佛选已经六年了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只是想增强自身体制 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练习 他已经完全爱上了这种功夫 如果哪天不练习 反而会浑身不自在 小姐家里缺乏练习力量 柔韧性 协调性的木桩 纱包等器材 于是他开动脑筋 自己发明了一些方法来练习 我在电影的时候 带着很多人都是这样 背着细胞上去连 然后抹疮我就在到条蛇 条蛇 条腰 又不够在那里整 在那里转 所以我觉得它很永活 我又想有蛇能感应 为什么我不能呢 最后我都想着一个抹疮的方法 制作有腰的量 在一个窗角温暖 小杰在家里练习功夫 还吸引了自己争想好胜的弟弟 一起训练 看到弟弟兴趣非然 小杰干脆把所学的功夫传给弟弟 于是家里又多了一个菜里佛弟子 在气而不舍的练习中 小杰身体强壮了 动作灵活了 现在很多套路都能打得有模有样 看着这些功夫套路的演示 很多人可能觉得是花钱绣腿 没有实用价值 而我们平时在电影里看多了那些大侠飞来飞去 一拳就能把人打飞的场景 可能又会觉得功夫很厉害 很神秘 到底功夫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 陈忠杰是蔡里佛始祖全会的会长 也是一名人民警察 从事交通 治安 缉毒等工作多年 自小就喜欢蔡里佛功夫的他 通过数十年如意日的练习 练就了一身好本领 扎实的武术功底 让他在警察工作中游刃有余 蔡里佛拳实战中最典型的插锤 曾对李小龙影响深远 在李小龙截拳道的26个精华元素中 有一项就是蔡里佛拳 李小龙曾经与蔡里佛高手交手 并领略过他的厉害 于是自学蔡里佛拳法 后来李小龙还把所学的蔡里佛功夫 写进了他的武术专注 基本中国拳法自我防卫的艺术中 其中最典型的打法动作就是插锤技术 可见蔡里佛拳对李小龙 及其截拳道的影响 尽管蔡里佛拳对李小龙等众多名人 产生过巨大影响 并成为国际武术男拳竞赛规定套路的主要来源 但谈到蔡里佛文化发展现状 其弟子说最多的一句话是 墙内开花墙外乡 如今世界上蔡里佛相关组织 其弟子不计其数 然而在国内 蔡里佛武术推广力度还不够 出现了内地不如港澳 港澳不如国外的景况 甚至有很多江门人都不知道 蔡里佛拳发源地就在新慧金梅村 陈忠杰与其他蔡里佛人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 时刻都在思考 应该以各种方式 把这项承载着身后中国文化的功夫传承下去 他们通过与学校的合作 先在一些小学把蔡里佛拳普及起来 目前这一举措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蔡里佛拳在孕育他的土地上 焕发新的活力 这是让人欣喜的现象 蔡里佛拳的价值 不仅在于能够强健身体的一朝一世 更在于能够修养心性的武学精神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和学习 蔡里佛拳传承他的武功 弘扬他的武魂 蔡里佛拳明扬海外 促进了中国武术与世界武术的交流 蔡里佛也从此成为世界各国 深入认识中国武术 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 是中西文化融洽交流的一种形式 蔡里佛是中华武术运动的一部分 它不仅属于中国 而且属于世界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探寻传承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